求算式括号8-3括号乘以8,再减3的值。 根据四则混合运算法则,对待括号的算式先算括号里面的,后算括号外面的。 本题的算式中有一个括号,所以我们先算括号的部分。 8-3等于5,括号外的保持不变,然后继续计算。 5乘以8-3。 根据四则混合运算法则,先算乘除,后算加减。 此题我们需要先算乘法,再算减法。 5乘以8等于40,然后再减3,等于37。 现在思考一下,如果去掉算式中的括号会不会改变结果呢? 去掉括号后,算式就为8-3乘以8-3。 因为这个算式没有括号,所以先算乘除,后算加减。 我们需要先算3乘以8,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部分外面加一个括号来提醒我们先算这一部分。 因为3乘以8等于24,所以表达式就等于8-24-3。 继续从左向右依次计算。 我们将来会学到的,这里先写下来表示一下这个计算结果。 显然这个结果和上面的37是不同的。 很显然有没有括号对计算结果影响很大? 有括号和没括号的结果是不一样的。 这是什么? 有没有括号和有没有括号的结果? 不是很快的一样的吗? 是有点有趣的? 是有点有趣的? 不是有点有趣的吗?